我们今天来聊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无敌战将 他可以说是前无故人 后无来者的一位大将军 他是以三十六人横行西域诸国 对他国郡主是可杀可勤 三十余年降服西域五十诸国 完成了汉武帝都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的就是为东汉名将定远侯班超班都顾 这班超他是陕西咸阳人 是来到洛阳做官 他的主要成绩和成就都是在西域 但是在他晚年是回到洛阳 也是归葬洛阳 现在就是维塔木的一个所在地 洛阳梦京县 这一块碑呢 我们看他应该是为后来保护所立 在上方他有一个洞 这是为何呢 因为在之前汉之前 都是用立大碑来表达一个人的功绩 在后来汉开始歌唱字 这个洞到底为何 是因为当时下仗时需要把绳穿在里面 进行下官落仗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功能 后来重新树立也是做出了这种造型 梦京县人民政府力 东汉定远侯班超之墓 这班定远呢 他是武将里面的一个奇迹 他呢是投笔从容 他以前是为一个书生 他的一家都是非常牛 他的哥哥就是非常牛的汉书的作者 单顾 他妹妹也是非常有名的才女 在他39岁之前 都是作为一个书生 作为一个小吏 再后来才开始投笔从容 做了军人 刚开始呢 他所跟随的就是杜顾将军 让他去打一场仗 打得非常漂亮 看他如此有才 他就带领36人前五西域出使 当时所在的是一个赛赛国 刚开始呢 赛赛国国王对他是非常的礼遇 但是北匈奴对他非常威胁 他是被迫于这北匈奴的淫威 从开始对班超的一个礼遇 变成了一个漫淡 班超战事有所警觉 他知道会提出在匈奴 正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 带领自己36个随从 就把一杆匈奴使者 给杀掉了 深圳国国王看到这些人 在自己的国家是如此的厉害 就感觉此人不简单 就算是归下了汉朝 还让自己的儿子 迁往汉朝去做了人子 从此在班超 开始了他的名将之路 带领这36人在西域驻国 横行 无视他国君主 对他人可杀可亲 在后来 这汉朝帝王看到班超 有如此能耐 还给他派了一些兵马 逐渐的让班超在西域开始稳定下来 有一次呢 这班超要回到故地 回到汉朝 当时西域诸国不想让班超回来 他们害怕匈奴欺负他们 以至于这西域诸国上下称民都开始拦着班超 不让他回去 这苏鲁国国王是直接抱住这班超 他的马不让他走 还有一位当时的大臣 直接自吻在班超的马前 这班超一看这种情况就是直接回住天子 不能回去 从此这班超也是继续在西域震慑下来 这班超呢 在晚年是特别要生入于民官 回到故国 在他离开之后 在后来他儿子也是继续做了西域督户 这父子两代都是为西域 为大汉王朝 立下了很多功劳 他回到路上之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享年71岁 在那个年代也是非常高手 在中国历史上呢 我们以往所崇拜的英雄呢 都是一些冰情英雄 比如岳飞 吻天祥 徐云 此刻法 不是事业未成 然班超不一样 他是一位有始有成的大英雄 也正是因为他的功成名就 威尊四方 有始有终 这让很多的小说家 对他没有这么多的一些波折情感 所以呢 没有大肆地炫扬他 这以至于很多人不了解他 其实他才是因为 这位了不得的大英雄